被选为全球最美的女生 她也演电视剧了 就是这位 女生After School的Nana 连续两年 2014 2015年 她被美国的电影网站 选为全球最美脸蛋的女子 那最近她演出的叫做 《奥古贤妻》 韩国版大受好评 这部片呢 The Good Wife 是韩国去翻拍了 美国的职场剧 本来她讲的是一个检察官丈夫 因为绯闻 因为弊案被逮捕 那太太呢 被迫以律师身份又回归职场 是要讲女人当自强 那女主角呢 是影后全土延 时隔11年再回小一幕 都说不是爱情戏了 可是这部片 女主角跟男配角的 暧昧情愫 却变成了一个新卖点 我会订阅 我会订阅 好这部片子呢 韩版的二股嫌疾 其实男配角引起相 好像反而比较有观众缘 因为他在里面呢 爱恋女主角跟大人哥一样的角色 因此让这位熟男演员 多了很多的粉丝 他大概自己也会很开心